謝謝 謝謝 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子偉 送給日本兵庫縣民實市議會 日台青山議員聯盟的見面禮 是這個畫有基隆市議會 以及基隆地標等場景的禮盒 首次開箱曝光 裡面除了有位市議會特製的隨行碑 以及K字形胸針之外 禮盒還可以當成手機擴音器使用 相當有創意美觀使用 一個應該是與氣起來的 應該是 而日台親善議員聯盟 也由會長簽註起屆回贈清酒 酒杯之外 更直接為議長童子偉 戴上象徵海鮮餐廳主廚的圍巾 和頭巾 童子偉展現大氣不以為意 現場氣氛頓時熱絡親切起來 OK OK 日本兵庫縣明台市議會 日台親善議員聯盟 拜訪基隆市議會 由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和副議長楊秀鈺親自接待 雙方都期待 未來能夠加強民間企業 漁業以及觀光等各方面的交流 為締結為友好城市奠基 明石是作為板神都市圈的一個部分 人口約30萬人 擁有豐富的工商資源 還有重要的海路交通樞紐的地位 與基隆市 有的非常多相似之處 我相信 透過我們的護防交流 可以找到更多的合作契機 共同來推動兩地的發展還有繁榮 我們也將會在4月29號前往日本的廣島縣 參加無視港口節 並與無視議會地結為姐妹會 也希望在今天之後的交流當中 可以深化我們的勇 我們在旁邊的地位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 請多謝 就如同姨曉明剛剛提到的 明石跟基隆的確有非常非常多 共同點相似之處 那其實我們都說靠海吃海 其實我們兩個城市都是港口 都是靠海的 那不管是 或許明石跟基隆之間的這個交流 是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力量 可以讓它把它往外擴展到 進一步可以聯繫到台日之間的這個友好 雙方雖然是第一次見面 不過互贈禮物時各出其遭很快就建立情誼 日台清善議員聯盟也代表明石市 向花蓮發生大地震表達慰問之意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